創下川普跟拜登的競爭核心的議題 都在中國 當然也在台灣也在威斯康新州 今天就連富士康的投資案跳票都拿出來嘴 郭台銘真的是全世界的無國界參選人 他2022次台灣總統大選 最後沒有參加 沒有 郭台銘參選了兩次台灣總統大選 就包含了2019那次的初選 跟2023加入總黨初選 現在他連美國大選 他都是無國界的參與人 他又被參與了 而參與是什麼 因為整個拜登在拼經濟要搶選票 搶威斯康新州這個關鍵搖擺州 所以呢 富士康郭台銘又被拿出來了 那整個拜登呢 他在講話的時候 因為他接受專訪之後 他也帶著微軟的史密斯 要在威斯康新裡面宣布一個 他拼經濟 尤其是給威斯康新州 認真的參與者 這個他說微軟是認真的參與者 所以不會挑票 他這裡面當然是要打川普 因為川普在當時的時候 威斯康新鴻海富士康要去投資 川普還說這會有一萬三千個工作機會 然後這個會是世界第八大奇蹟 可是這第八大奇蹟 現在拜登就出來講說沒有啊 目前的工作人員只有一千個人啊 沒有這個狀況 然後他說這裡面會變成是微軟將來的AI大本營 要是AI的數據中心 而且呢有至少兩千個人會在這邊工作 要培訓一萬個或到十萬個AI人才 在這邊培養美國AI科技的一個人力 然後呢他特別講這個 而且裡面呢他們設的場子喔 還直接就是跟川普和國台銘打臉 因為他們現在宣布的這個AI數據東西 目前選定的場子 就是當時富士康LCD面板的場子 說這邊一定會蓋得出來 這個就是要在搶選票 但是其實搶選票的一個核心裡面 當然是選舉上面 真正的核心還是AI 科技 晶片 這個都是美國和整個全世界 最重要的一個核心 而這核心裡面的狀況裡面呢 你就看到了雷蒙兜又出來講話 特別在國會裡面講的 如果中國占領了台灣 搶了台積電 美國會是一個毀滅性的一個衝擊 而這毀滅性衝擊之後 那個晶片跟AI當然有關 那是硬體的部分 是最核心的 那軟體呢 AI軟體是不是也應該要掌握到 美國的優勢呢 所以入透社根據美國政府 三個知情人士的官員透露 雷蒙多和美國商務部 正在計劃推出一個新的 關於ChipGPT軟體方面的 做一個護欄 這個是這些裡面軟體的一些技術 一些核心的演算方法 要把它給封閉 封閉 不能讓ChipGPT相關的軟體技術 流到中國 限制中國使用 所以讓整個中國呢 不只是晶片上 是受到了圍堵 軟體上還有那些技術上 專利上都會在中國把它直接給圍堵下去 然後當然呢 現在這個狀況是美國的目標 就是日經亞洲講的 希望在2032年的時候 中國的整個先進的軟體 先進的晶片只剩下2% 但是他們還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28奈米以下的成熟製程 中國的數量還是很多 那是不是在市場上 還會造成另外一個效應 也是他們在關切的 而拜登除了拼這個之外呢 拜登呢也已經呢 正要召集了像是花旗 萬豪 美國聯航 要去討論基礎建設 要去討論更多的 就是要拼經濟 要把經濟給拼起來 那川普呢 當然也有他的一個作用 所以川普呢 也就滑油報導 川普跟他的幕僚 還有財經智庫 想出了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 只要川普重回白宮 所有進到美國的所有商品 通通要刻關稅10%以上 不過核心呢 還是川普認為的 中國進去60% 中國要刻60% 而且他們已經開始進行推估了 如果從2026到2035年 對於中國的關稅都增60% 大概美國可以從中國的稅收 多收2兆美元 那這個美國經濟就會很好 所以整個川普 對於整個拼經濟 中國開刀 也是川普和拜登 現在兩個人 共同的方向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按下小鈴鐺